乘搭东航 现在内地正在调整航班熔断机制 以前每班五中要熔断 现在有一个放宽 或者改变到4%的航班旅客人数 这个朋友应该未有货 是Joy 他说多少钱可以买入和上网多少 指舌应该定在哪 股价在6月30日高位是3.12 现在是2.82 调整了大概1成左右的幅度 另外一个方面近期留意 8月3日低位是2.72 所以大体上股价偏向窄幅上落 所以如果期望潜在升幅 考虑要有1成或以上 盡量股价在2.75至2.75 才考虑保储会比较好些